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爆笑双播小说 我的微信连三姐 作者狼烟 演播 欢迎空啊 妙姐啊 后期季姐 第37章 活见鬼 下午杜纯又给林海打来了电话 师父 不知道您忙完没 彭涛还在这等着呢 那好吧 正好没事 一会儿就过去了 林海开上车 到了医院 直奔了院长办公室 师父 您来了 林海一进来 杜纯赶忙起身相迎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 彭涛一见 眼睛都直了 上午杜纯和他说 想拜林海为师 他还有点不太相信 现在一见 差点惊得把眼珠子掉地上来 不由的 心中对林海治疗自己的父亲 又多了一份信心 林海直接找了个座位坐下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我还没有同意收你做徒弟 所以不要乱叫师父 林海一脸不耐烦 一想起杜纯和光头讲这俩货 林海就头疼啊 马迪啊 一个没听伤 一个没至伤 日后指定是有辱师门 是是是是 还在考验期 我懂 彭涛一脸懵逼 杜纯什么人物 想要拜师 人家好像还不太愿意 这要说出去 谁信呢 小林啊 上午的事情 不好意思了 彭涛感觉自己 称呼林海为小林 都有些不自然了 没事 林海很大方的一摆手 走吧 去看看病人 难道你这还管饭不成啊 对对对 去看病人 一路上 林海在前边昂首挺胸的走着 杜纯和彭涛啊 落后了半步 紧随其后 卧槽 这人什么人物呢 院长和公安局长亲自陪同 不清楚啊 看年龄这么年轻 应该不是什么领导吧 估计是哪位大领导的子女之类的 你算是你能让院长和公安局长 小心的风行 就是风行 那绝对是个大人物啊 不管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还是来看病的病人和家属 见到了这一场景啊 都对林海另眼相看 纷纷猜测着林海的身份 林海自然不知道这些 抬上车呀 跟着彭涛的警车 一路来到了东郊的一片别墅群前 哇塞 彭局长 挺腐败的呀 看了多少啊 看着眼前的别墅 林海口无遮拦 正在前面带路的彭涛 听了之后差点在地上了 你妹的你会不会聊天啊 现在是有求于林海 彭涛只能深吸一口气 忍了 哎呀 小林说小了 我家老爷子还有些基业 但靠我 哪买得起别墅啊 林海一路看着别墅区里的 大片的绿化和如画般的风景 心中一阵感慨 哎呀 有钱人就是会享受啊 也忘了问光头墙 房子的事情 给自己打听的怎么样了 自己现在应该也算是有点钱了 改天呢 也整个别墅住住 然后把父母接过来 好好的享享清福 到了 恒涛在稍微靠里的一栋别墅前 就停了下来 一进屋 林海对时被那屋子里豪华的装饰 和各种高档的家具给震惊了 哎呀 他妹的 怪不得人人都喜欢钱啊 有钱是真好啊 看看人家这住的 用的 林海感觉自己这二十来年 简直白活了 哎 不知不觉 听到了一个声音 欠土包子 啊 正在仰望四处打铃了的林海 背着一个刺耳的声音打断 举目望去 一个二十多岁 打败时髦的女孩子 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三妹 你怎么说话呢你 横桃朝着女孩训斥 大哥 不要当个什么破局长 你就想续谁续谁 还有 不要什么人都往家里面带 你看看她那德行 洞张希望的 不是土包子是什么呀 闭嘴 你对小林客气点 她是我请来为咱们爸治病的 治病 就她 横雪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咯咯地笑了起来 哎呀 你别闹了 大哥 看看她这打扮 就是个乞丐吧 乞丐 你妹呀 乞丐 你人还有三分火气呢 林海顿时忍不住了 这傻播谁呀 你妹妹呀 你说谁傻播呀 他妈看你才是呢 林海一句话 横雪顿时毛了 大哥 你看看呢 你这带来的是什么人啊 说话这么粗鲁 赶紧给我滚出去 吵什么吵啊 这个时候 一个体型微胖的女人 走了下来 妈 你看我大哥 她什么能都往家里面领 横雪仪见到这个女人 立刻跑过去撒娇 雪儿别胡闹了 你常年在国外 可能不认识 这位呢 是市人民医院的杜园长 赶快叫杜伯伯 朱小赶忙指着杜唇介绍 哼 算了 搞喷不起 杜唇鼻子一哼 把头扭了过去 他现在对林海 可以说是到了崇拜的地步 见彭雪对林海不敬 这却老头顿时耍起了脾气 院长怎么样 还不是没治好我爸的病 你这孩子 周小轻轻地拍了彭雪一下 杜院长 真是抱歉啊 都怪我太惯着雪儿了 周小微笑着 向杜唇道歉 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林海一眼 队员长 彭局长 看来我在这儿不太受欢迎啊 不过看我还是走吧 免得讨人闲 主人这个态度 林海真的生气了 早就该走了 又没人留你 彭雪翻了一个白眼 小雪 你住嘴 妈 这是林海 是我请来给爸看病的 周小眉头一皱 小涛 你怎么也开始胡闹了 不是 妈 好了 别说了 小雪已经请来了 米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史密斯教授 现在正在礼物给你爸诊治呢 相信很快就有办法了 林海阿骂自己一声 这是犯件 多余过了一趟 转身 林海就要离开 史密斯教授 我爸怎么样了 一个米国人从二楼的房间走了出来 彭雪赶忙的就迎了上去 哦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史密斯操着那生硬的中文就说 那 那您能不能治啊 唉 史密斯摇了摇头 什么 连您都治不了 唉 您可是全米国 甚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医疗专家了 唉 杜远章 你怎么也在 唉 史密斯没有回答彭雪的问题 反而看着杜纯 一脸的惊讶 嘿嘿 史密斯啊 一幻五六年没有见了吧 见了老朋友 杜纯也挺高兴 挺高兴笑话吗 是挺高兴 史密斯转过头对着彭雪说 有杜远章在 那你何必把我从米国清来呢 杜远章的医术可是在我纸上的 这 彭雪顿时哑口无言 彭老先生的病 说我无能为力了 史密斯摇了摇头 下了楼就要离开 咱们也走吧 难不成留在这儿 等着人家往外赶不成 灵海招呼杜纯一声 转身也往外走 等一下 彭涛健壮赶忙拦了下来 小林 对不起 是我妹妹不懂事 你给我个面子 帮我 帮我爸看看 行吗 彭涛央求 他知道 临海是最后的希望了 大哥 你说什么呢 我哪里不懂事了 你给我闭嘴 彭涛急了 这个妹妹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我累了 小雪 帮我送下史密斯先生和你杜伯伯 朱小转身进了二楼的卧室 寓意不言而喻 这是在送客了 临海气急而笑 不管彭涛的阻拦 带着同样一脸怒气的杜传 离开了别墅 刚出门口 临海眼皮一跳 同时 天眼神通又一次自动开启 鬼 临海怪叫一声 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继续 下集精彩继续 小刀